一皇大帝后来还升更高的天 前面的六任的一皇大帝 每一任一皇大帝 寿命三千六百万年 最后通通下地狱 二鬼道跟畜生道 佛陀就比喻说 其中有一个一皇大帝 非常孝顺父母 也帮助穷人 但是他喜欢家里穷 就去杀那个蜥蜴 蜥蜴四角的蜥蜴来吃 因为他家里穷 这两个业 孝顺父母帮助穷人 让他做一皇大帝 一皇大帝的福报享受完 杀蜥蜴的夜暴 让他直接堕落 动物被杀 这个是善恶不抵消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现在开始在修行 各位每天一定要拜拜 忏悔 忏悔我们过去世 乃是现世的恶业 不能来业障现前 你不能接受 很多小朋友从小根本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他会从小病得很厉害 甚至车祸死掉 因为这个夜 所以很简单 佛陀告诉我们的道理 生命的主宰不是上帝 不是神 是我们的夜 什么叫夜 就是我们的心态 所引导的语言 跟行为 对待别人 对待世界的反作用力 行为反作用力 这个业力 就像这两天 我看报纸 有一位印度 不是印度啊 那是什么国家 比较穷的那个国家 他这个女孩子被校长 侮辱了 然后呢 他就告校长 结果 校长的那帮人 就把他抓到楼上说 你要撤告 然后就把他绑起来 淋汽油 如果你不撤销 告诉的话 我们会放火烧死你 结果这个女孩子不甘愿 我一定会告到底 他们真的把他放火了 结果烧没有马上死 他没有传相片给我 扛了很多天 但是他还可以讲话 他就说 我一定要报仇 所以他把校长 跟欺负他的人的名字 通通讲出来 现在这个国家叫什么 印度旁边一个国家 是吧 所以 孟加拉 对 他们就判校长 跟合起来这16个人 通通死刑 今天宣布了 这个女孩子 有传相片在上面 后来我 我就很想了解 这个因果 这个女孩子 做一个小将军 结果呢 派她的军队 去放火烧掉一个族 那个族 但是要烧之前 其中一个女孩子 长得比较漂亮 她就用小将军 摸她的身体 她没有强奸她 侮辱她 那最后 还是把这一组烧掉 然后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一辈子 这一位被烧而死的 还恨而死的女孩子 就是那个小将军 那这16个人 她就是回来要报仇 而且 她摸了她一把 所以她现在那个校长 也要摸她一把 让她被侮辱 这样 所以 那这个夜报 就一直重复重复 好几次 你杀我 我杀你 你杀我 我杀你 就轮回的意思 当然我要超度这个女生 那我就必须跟她说这个道理 你不能怪对她 因为她现在还在恨 那你要把这个前世因果 告诉他们 那这16个也要告诉他们 因为这16个 还有一事 是这16个人杀死她 所以你杀我 我杀你 然后这一次又这样 那为了要化解之间的恶业 那你要跟她说道理 说完以后 请佛菩萨跟她加持 因为佛菩萨的悲心 可以感动双方的心态 所以各位 一个恨的人 如果你把慈悲放在他的心 他就不恨了 就在黑暗的地方 你给他光就没黑暗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诵经 词重 当然有人问我说 我妈妈往生 我念三遍地藏经 好像感觉她没超度 那是因为 并不是地藏经没福报 而是你念经的时候 你没有用地藏菩萨的心在念经 如果你用地藏菩萨的心 跟愿在念经 你的妈妈就会被超度 因为她的心也可以转化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先生脾气不好 你希望改变她的心 你一直跟她讲 你不要发脾气 你不要发脾气 你还被她 没有用 还在骂你 你要改变她最好的方法是 你心平静了 念观音菩萨充满慈悲 然后跟她生活 这样她就会改变 甚至回向给她 我一天不生气 保持慈悲 以这个心灵的力量 回向给她 她的心就可以被你的心改变 请记住这个原则 非常简单 这个人在受苦 你帮他念阿弥陀经 那如果你的心 跟阿弥陀佛一样 愿众生往生净土 你的心也愿意往生净土 那这样子的 弥陀的心跟净土 就会进入一个往生者的心 然后他就会感受到净土 然后他就可以超度 所以我想学佛 一点都不难 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做事就好了 念观音菩萨 我用观音的心 这样就好了 然后以观音的心 来做观音的事 我去放生 我去供花 然后这个力量很大 回向给你 爱打电弄玩具的儿子 孙子 可以转变她 回向给 发脾气的 爱啰嗦的 改变她 那各位听到这边 你想要帮助众生吗 所以你一定要先帮助自己 心平静了 世界就平静了 心中充满爱 世界也会有爱 所以世界越不圆满 你心圆满 才能够帮助世界 千万不要火上加火 去批评这个世界 去批评政治 去批评什么 那你是把这个世界搞得更乱 所以一切为心找 各位如果你懂了这种心灵的力量 那很多人会找机会 哎呀师父你是出家人 你才有加持力 我说不一定 出家人脾气搞不好比你不好 出家人也是人 这是他有因缘出家 有些狗都比人还好 从来不叫的 看到小偷也会咬尾巴 这标准的 修得多好 但是有时候人不比狗好 虽然他的形象是狗 但他的心很柔软 所以我每次都叫人家 帮我找一只狗 反正看到谁都会咬尾巴 在台上又不会大小便 就放着 他就说我修菩提心 因为要学他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那各位要掌握这个道理 好 那我们先来做佛前大供养 好不好 为什么供养药师佛 供养诸佛 刚刚讲了 为六道众生 为往生排位 我们今天有往生排位 如果你没写没关系 等一下休息时间写多一点 好不好 免费 超度 超度 慈悲 不然你要去那边观光啊 你只能去慈悲 然后你就会找到你自己 念一下 从慈悲找到自己 不要迷失了 我们以前都迷 迷帅哥 迷美女 迷车子 迷爱情 这个叫迷啊 什么叫绝 原来自私 贪欲 是痛苦的 没有欲望的爱 才是快乐的 但是你要给你自己机会 所以各位 打麻将赢钱快乐 还是去老人院 关心老人快乐 这个是各位有善根 你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愿意去帮助他们 就像我第一次去帮往生者祝念 第一次我那时候在家 我有结婚 是我太太的爸爸 生他的爸爸往生 然后当然我做女婿的 我也没见过他 因为他都在外面流浪 到往生了再送回家来 那当然我做女婿的要训练 那我就站在门口 看到他脚我就不敢进去了 我说我在外面念大声一点 因为死人 看到脚就白白的就怕怕了 然后我过去的太太还很大胆 她把他翻开看我爸爸 你进来看 No It's your father 所以我不敢看 因为我看了以后 我眼睛晚上只要洗脸 他就在我面前 我什么不记 就整个会记这个 会怕 所以那当然我现在不会了 但是这个就是修行 所以因为以前对死亡会怕 现在对死亡会慈悲 我可以进步的 修行可以进步的 心态改变 并不是说修行拥有什么 拥有房子 拥有很多土地 拥有寺庙 拥有信徒 那个是虚幻的假的 修行是你拥有一颗 念一下 自在的心 不会怕 像我以前有剧高症 我现在都爬到最高面 赶快看 我现在没剧高症 那你说剧高症怎么改变 这没有特别的方法 是因为你心转变了 奇怪 那个感觉不见了 完全不见了 以前写了往生牌位 晚上睡觉都会怕 赶快拿到外面再进来睡 写个牌位都会怕 现在不一样 怀着慈悲心睡觉 写好放在旁边 一起祝念 改变了 所以我认为快乐 不要从物质上去满足 快乐是你内心的一个感受 所以 像我昨天他们带我们去一个很大的房子 那边坐烟供 那比较远吧 但是我觉得那种房子是很漂亮 但最漂亮的是什么 那种房子上面都是燕子窝 我们佛教都讲一句话 你是善心人士 不然燕子不会到你家来坐窝的 燕子好像有他心痛一样 所以他家周围都是燕子的窝 我就很赞叹 我说里面是慈悲之家 我们去尼泊尔都是这样 他们房子一定会留很多洞 为什么 给鸟住 我今天去看那个纳古塔 他们也是大概一个洞 各位准备好吗 烧成骨灰塞进去 像一个砖头 但是我讲的是 因为房子漂亮与火 另外一回事 是这边有爱 了解吗 有慈悲 你给燕子很好的房子住 请问你家会不会和和乐乐 这很简单 你把燕子窝破坏了 那你的家庭也会被破坏掉 生命是平等的 好 那我们现在请翻到第四页 我们祈求佛菩萨慈悲降临 接受我们的供养 我再背一次 你用百千万亿黄金 在这个世间做大布施 还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的供的 为什么 佛是无上福田 这个世间有三个福田 背一下 来 感恩的福田 那就是爸爸妈妈 祖先 公公婆婆 岳父岳母 各位要感恩 要经常孝顺父母 拜祖先 第二个福田 第二个 尊敬的福田 就是师长 老师 法师 叫敬田 所以我们 对佛菩萨尊敬 又加感恩 这叫福田 第三个福田 最重要 来 慈悲的福田 帮助小鸟 早上我们去福牧区 随便一个 我每次去福牧 我说警察来了 他问我你要干嘛 他是我爸爸 这样就好了 反正我去拜拜拜拜拜 后来没办法 刚好去找一个华人 只好去找一个华人 警察来问东问西 所以 因为你能够去帮助他 这个可以是最大的福田 这三福田 背下来 恩田 敬田 悲田 那当然佛陀说 哪一个田功德最大 悲田第一 最贫穷 最可怜的 你去帮助他 但是前面的福田 各位都要做好 同样的 我告诉各位 你拿一百万给你儿子 还不如拿一块钱 供养你爸爸妈妈的功德 这样了解吗 儿子是 冤亲债主 那是什么大福田 你欠他债 那什么福田 那是爸爸妈妈 那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就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 你去帮助可怜的众生 那就是供养佛了 所以我想各位 你去工作 不要一直问薪水多少 这个工作 我能够 我能够 谢谢大家